他们女婿只想找个门当户对的也不行吗 我贵州的,我现在在直渡那边打工,找个女朋友 有好多岁了吧? 30了,这个也行了嘛,30了 然后现在一个月,一个月3000元养工的 找个旅的也是3000的,就是找个门当户对的 3000块钱养得了吗? 怎么养不活?两个人一起奋斗嘛 哪有钱买的房子? 我还没有买啊,我没买 贵州会养的 好远的 但我现在在买贵州会养的,来这间 两个房子,三千块钱养的 可以跟女的一起奋斗嘛,一起买啊? 女的一起奋斗 对啊,跟女的一起奋斗,一起奋斗 什么呢? 三千块钱,你还没有管 女生不愿意买的,一起买贵州会养的 看你不愿意吗? 谁会很幸运 还乘着我们的房子,找不到房子 还有个三千块钱,想不想办 我说找个门当户对的就是 对,应该有房子 首先有房子 有房子,有女主的地方 女房子可以一起奋斗嘛 一起奋斗,一起买啊 可以一起奋斗,一起买啊 我说找个女的一起奋斗,一起买 因为一个人你分到 总比两个人要,两个人还要快便嘛 那可以一起奋斗 那可以一起奋斗吧 可以一起奋斗,我觉得 还有车还有房子,手来打高的还要倒不倒啊 你一起给你奋斗,要得很大 我用要求不高,用一样的调价 对吧,一样的调价 你再加一个你 我一厢情愿 我一厢情愿 但我愿意跟他一起奋斗啊 他不愿意跟你 一厢情愿 我一厢情愿 哎呀 我一厢情愿 是